我们先来看第五章的连结与载入 上一章第四章是主意气 各位如果上次有听到应该会有印象 主意气基本上是把组合员转成机器 但是我们给的例子大部分都是单一个执行档 所以它转出来之后就是执行档 可是在系统程式的工具 比如说GCC里面 它其实不是直接出来就一定是执行档 出来有可能是韩式库 如果是韩式库的话 它就应该是不可执行的那种档案 而且它要在经过连结之后才可以执行 所以这里就会牵涉到 你一个程式如果它编译成韩式库的时候 其实它会是一种目的档 而且这种目的档要经过连结之后才可以载入去执行 那这就是这一章的内容 那目的档其实是有一些格式的 它目的档的格式储存之后 那个作业系统会知道 那作业系统把它载进去之后 才能够正确的去解释它每一段到底是做什么事情 那Windows里面和Linux里面所使用的目的档不太一样 Linux现在所使用的目的档大部分都叫ELF32 那Windows里面有自己的目的档格式 我忘记那个名字了 那它通常这些档案它会分段 比如说有程式段 资料段 BSS段 那这我们后面再看到底这些段是做什么 那目的档你用GCC去把它编译之后 如果是变成目的档的情况 它会是单一个未连结档案 如果是你把它压起来变成一个韩式固 它会是点A的 如果是一般的目的档会是点O的 那之后连结完成之后才会变成直行档 那连结器就是把很多个目的档连结成一个执行档 那它中间到底应该做什么动作 那载入器也是 它是把可执行档直接载入到记忆体里面执行 但是是直接载入就可以执行吗 还是需要再做一些修改 那这得要看到底是哪一种作为系统 还有它的载入方式 还有目的档格式到底是怎样 那Windows的执行档通常副档名是点ES1 那Linux它如果你像GCC 如果你没有设输出档的话 没有用-O的话 它会是直接输出到A点OUT 这个是UNIX当初设计就已经形成的一种惯例 那如果是有设输出档的话 那比如说你就输出到test.o 那这个是我们上一张的主意器 主意器你会看到我们计算位置之后把目的码编出来 那如果把这个目的码这种完全已经连结好 已经不需要再做进一步连结的这种目的码 直接拿来看的话 这种其实就已经是很纯的机器码 这种很纯的机器码也是有用的 在什么时候用呢 各位如果去玩那个Arduino 你玩Arduino的时候 Arduino写的程式其实它有会经过编译 编译成实行档 然后直接就写在它的那个永久的记忆体当中了 所以它其实不需要那种已经写在永久的记忆体当中的那种码 其实就是印象档的码 那这种东西不用再经过任何修正就可以直接用 可是这个就是最终形式了 可是这样子做其实不是很有弹性的 那如果你加上有作为系统的话 通常不会直接变成印象档 那载入器的算法 你要把那个这种已经编好码的目的档载入到记忆体 其实蛮简单的 就是你直接把整块档案读到记忆体里面来 然后把启动位置设定好 然后就可以开始执行 这是载入器的算法 那它载入到记忆体之后不见得会是载入到0开头的地方 所以如果它载入 譬如说载入到1200开头 那它就会从1200开始 那你的启动位置很可能就是1200 那这样子它你的载入器载入之后就交给它执行 那接下来是目的档的一些范例 那这是一个你写C元的时候如果分成好几个档 譬如说你分成StackType.C StackBunk.C 通常这里会写它是BSS段还是Data段还是程式段 程式段通常用Test 然后Data段通常用Data 那BSS段就是未初始化的变数 通常用BSS 所以有这三种段落 目的档里面通常会有这三种段落 那有时候会更多 譬如说C++编译出来的就会有更多的段落 那C元编译出来通常会有这三种段落 那C++有时候还会牵涉到一些虚拟表 最终在目的档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没有那个虚拟表 它里面还会有一些标记是像Global Extend 就代表说这个变数没有定义 在这一个目的档里面没有定义 它是引用外面 或者它要汇出给外面用 那连结器就是把这很多目的档接起来 那必须要做一些修改 它要处理外部引用 进行重定位 那所以这里 这是一个范例 就是StackType.C 刚刚那个组合元 C元档变成组合元 在变成目的档之后 它可能会有好几个段落 那以这个例子而言 它是B 就是BSS段的意思 D就是Data段的意思 那这边 它告诉你说 BSS段开始 Stack是全域变数 GlobalStack 然后保留B区段的512个byte 然后 就结束了 接下来就Data段开始 然后TOP是全域变数 然后TOP的初始值是0 那这些都可以写成目的档的记录 而且都会以二进位的形式 储存在目的档面 这是另外一个程式 是StackFarm的程式结构 它跟前面两个不一样 是因为它这个都是程式 所以它这边就是Test段 程式段 好 那它也会宣告一些 比如说因为它程式里面有用到Stack 这一个变数 但是这个变数没有宣告 所以它只好有宣告一个Extend 说这个变数是在外面 等到连接进来之后 才有办法确定这变数的位置 OK 那StackMain 这也是一样有Extend PushPub这些东西 GlobalMain 这个是说Main要给外部用 那这边有时候 因为那些连接 就是外部变数的关系 它会加一些修改记录 这样子等到连接的时候 它才知道去修哪里 那这种东西很细节 都是一个位元一个位元在处理的 所以你如果没有兴趣的话 其实你只要有这个概念就好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实做的时候 那你就要对每一个位元都很清楚 我们是 哲学其实不会要求各位做这个连接器 因为这种东西 非常的跟平台有关 可是你也不可能自己创造一个 你自己创造一个也没有太大意义 所以 连接器的部分就不会实做 但是主义器是需要实做的 好 那目的档里面会有各式各样的记录 T记录就是程式段 D记录就是资料段 B记录就是BSS段 就是位出实话 这个位写错了 还没有的那个位 位出实话的资料段 那M呢 是重定位记录 Modification S是符号记录 那符号记录通常是指外部符号 外部变数 就是这个目的档没有定义 是在另外一个目的档才有 那这个记录的储存格式 基本上都会 在内文里面都会用代号 然后会有一个字串表 用来储存符号的名称 那这个是如果用C元来定义M记录的话 就会长这个样子 那用C元来定义S记录 就会长这个样子 那字串表 基本上就是跟C元的字串形式一样 C元的字串全部都是用0做结尾 不是指数字那个0 是指askey code的0做结尾 所以它会一连串的连结尾符号都一起存进来 这是字串表 那所以在目的档里面就会有字串表 各个段落这些东西通通都会存起来 在目的档里面 那这里是三个 刚刚三个程式编成目的档之后 每一个目的档里面的那些记录 它都会存在这里面 那T记录基本上都会比较长 因为它代表的是一整段程式的机器 那M记录 这是修改 就是载录的时候要重定位 S记录是外部符号 那连结器它可以把许多目的档连结成一个可执行档 那它可能除了连结目的档以外 它有连结韩式库进来 那有时候有一些作业系统它有动态韩式库 其实Windows和Linux都有动态韩式库 那动态韩式库它是在执行的时候才连结进来 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技巧 而且它可以用来做非常多让你觉得很惊讶的事情 那所有的这种跟系统有关的人通常都很会玩这一块 如果不会玩这一块 你很难去对整个作业系统有非常好的掌握 那连结器的动作必须要消除外部引用 确定外部变数的位置 让程式接近可执行状态 然后把区段做合并 程式的全部合并在一起 资料的全部合并在一起 BSS全部合并在一起 然后去更新符号表的内容 和修正记录 所以它会把韩式库 目的档连结进来之后 产生可能会是三种东西 第一种是执行档 这是最正常的状况 产生可执行档 第二个是产生另外一个韩式库 我可以把很多个韩式库 连结进来之后 再产生一个新的韩式库 或加上几个目的档 再产生一个新的韩式库 那另外一种是 产生动态韩式库 那动态韩式库DLL 在Windows叫DLL 在Linux部档名是.so 那把这些区段合并起来 当然本来三个程式就有三个这种区段 那最后合并出来就变成是只剩下一个 那当然每一个类型都只剩下一个 那最后还是每一类型都有一个 那这是连结的范例 那这里详细到就是 每一个位元到底应该怎么改 可是我们不详细讲 你有兴趣自己看 那如果投影片不够 就去把这本书找出来 那图书馆应该也有这本书 就是这本书是我写的 好 OK 那你们的学长也很多的有 西班可能还有这本书 如果你想要的话 搞不好西班有 可以去接或去看助理可不可以直接给你 OK那这是连结的过程 详细到每一个位元我们都不讲 这太细节了 那连结器的演算法 那连结完之后其实还是一种档案 不是放在记忆体里面正要执行的 所以你还需要一种程式 叫载入器把这个档案载进到记忆体里面 才可以开始执行 那所以如果今天 它原本的档案是这个样子 然后载入到记忆体之后 载入到1200 那它就对应到可能会变像这样 那载入到记忆体之后就纯粹是二进位 纯粹是二进位 那你的程式会从哪里开始执行呢 有时候是载入到记忆体之后的第一个位置 但是这要看作为系统的规定 跟载入器有关 载入器决定在哪一个位置 你程式就刚好必须要把启动位置放在那里 才有办法 那这是载入器的演算法 那另外一种叫动态连结 动态连结它是我先不连结进来 我有一个动态连结档 但是我不连结进来 等到我真的执行到那一行 它需要那一个韩式库的时候 它再马上去把那个 去用程式把那个韩式库给开起来 然后连结进来 那这种叫动态连结机制 那它就需要动态连结和动态重定位 那这种动态连结的优缺点 就是你一开始不用连结进来 所以你的执行档会比较小 那你的程式码是放在动态连结档里面 但是动态连结有个缺点 这个缺点就是 如果那个动态连结韩式库被抽换掉 那它可能跟旧的程式不相容 你原本执行正常的程式可能会出错 所以如果版本有更新的话 那你是不是要记两份 还是说你就只记一份 只记一份就有可能会造成有错 那就版本相容性的问题 那这是动态连结 Linux上面的一些实作方式 那我们就不细看 那Windows里面的动态连结档叫.dll 所以如果你用 Visual Studio 去产生那个元件 那个元件通常都是.dll 那如果你是在Linux或Unit里面 那动态连结档通常是.so share object 那动态载入这个技术 又不只是动态连结而已 它还是可以让你用程式去指定 我要载入哪一个韩式库 好那这里动态载入的韩式库 在Linux里面有一个叫.dll.fcn 那它的韩式库档是.live.dll 那Windows里面有一个 就是你要去include Windows.h 然后它的动态载入的那个程式 连结档是在.kernel 32 那这都太细节了 你真的需要用到的时候才去看 但是你现在知道这个概念就好 好 那我们现在所使用的GCC 梗路工具它其实不是只有GCC 它是一整套的一整套的程式 那除了GCC以外 它有AS 属意器 有LD 连结器 还有OBJ dump OBJ copy NM 这些工具程式可以用来观察目的档 这是GNU的连结工具 GCC是我们曾经用过的 另外AS LD AR 这些都是它的工具 AS是主意器 LD是连结器 AR是韩式库制作的archive archive就是压缩 整合压缩 那NM是NameMangery 这个是用来观察目的档中的符号 那OBJ dump 是用来倾应目的档的整个结构 OBJ copy 是把目的档做复制或转换 转换后修改一些资讯再输出 那像这个OBJ copy All binary Hello.elf ELF 这个就是Linux的目的档格式 把它转成BIN 这样子的话 它会去除掉一些格式资讯 Strip 去除除错资讯 Streams 观看资算表 All trace 追踪韩式的呼叫路径 那这些工具在GCC里面通常都有 那C元你可以用GCC去分别去编译三个档案成目的档 然后再把这三个档案一样用GCC去连结之后 然后输出到辨词型档 那你可以用加上-s去观察组合语言的内容 然后这是三个组合语言的内容 那你用NM去观察这个每一个档案目的档的每一段 还有它有哪些符号 那你会看到在这里 在这里它有三个段落 那它有Stack这个变数 还有TOP这个变数 那这里也是它有PUSH 那它有一些未连结进来的符号叫Stack和TOP 那这边也是它有一个就是要给外面使用的 未连结进来的Man 这个是C元还是库里面的一个符号 OK 那这是PUSH&PUB就是刚刚这个 所以这个连结的时候它会把这个抓进来 这样子就连结上 这个连结的时候它会把这个抓进来 这样就连结上 那你可以用Size这个指令去观察每一个分段的大小 那你可以用AR来制作那个静态行事库 那你可以用OBJDump来观察那个目的档的结构 那它会告诉你有哪些段落 然后每一个变数的位置它都可以观察到 那另外有一个写诗语言很重要的东西叫做Make File 那通常在学校的时候很多同学都不知道怎么写Make File 即使出去工作很多即使写诗语言的人 他如果不会写Make File 那你就知道他大概是刚从学校出来 Make File其实是帮你就是你现在写的一个诗语言专案 他可能有很多的点C层次很多的点H层次 那你要让他下一个指令就可以建制成执行档 并不是永远都只用GCC的 你如果只用GCC的话 他那个之间的连结关系 但动作有时候很复杂 你一次要打很多字 打了100多个字才可以编译一个程式 那你会觉得很累 那有时候可能还不止100多个 如果大型的专案 那不得了 你要打多少字才可以编译完一个程式 所以你要写这种Make File去让你的程式最后整个专案组织起来 然后用Make File一次把它搞定 那这是专案建设的指令单过程 就是说通常Make File里面可以让你下 这种就是一个操作 一个操作 如果你打Make Clean就會执行这一段 如果你打Make All又执行这一段 如果你打的是Make Stake Fund.all 那就会执行这一段 那所以我现在打Make Clean 他会执行刚刚那一段 他刚刚那一段会把一些产生出来的档案先清掉 然后再打Make 没有下参数的话 他会执行第一个 那第一个就是All 所以他会执行第一个 然后呢 于是他打了Make之后 整个专案就建置好了 而且把韩式库也建好 把执行档也建好 OK 那Make File是一种很奇特的写法 那他是采用类似树状结构的触发过程 那我们就不详细讲 你真的用到的时候 你一定会看不懂 看不懂的时候你再来问我 好 那 那 实物案例里面 Linux 早期他有使用一个叫A.out的格式 但这已经废弃了 那现在使用的是ELF格式 那Windows的目的档是 早期是用.com格式 这已经是DOS时代的东西 现在是使用PE和Code 这种格式 那这是A.out格式 它是相对简单 就是一堆段落 最后把它连结起 OK 那A.out的载入 它的资料结构 那另外 刚刚我们讲说有动态载入技术 那这是Windows和Linux的动态载入技术 这是它的范例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现在有一个目的档 而且是动态连结档 它叫LiveM.so 这个是GCC里面的数学函式库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动态的去载入这个数学函式库 你就可以用DLopen去开它 你开它完之后呢 你可以用DLsym去取得其中一个函数 像我要取得这个cos函数 我就给它取得 取得之后 它就得到一个真正的cos函数 然后你就可以执行好 那这个感觉好像没什么 如果你用JavaScript 这个轻而易举 而问题是C元不能这样 C元是静态连结的 所以它为了要做到类似 JavaScript的那种很动态的效果 它得用这种动态载入的方式才有办法 那这玩系统完了 生了才会去用这个东西 目前各位没用到 我讲的可能也大家听不下去 好 我们就第五章 就直接看到这里 接着就继续第六章 我们现在很快一次把 把后面一直讲到虚拟机 好 接下来是聚集处理器 那聚集这个东西 各位一定如果上次写C元 你有写的话 你应该有看过Define Define那种东西就是个聚集 那传统组合语言里面 其实也常常有提供很多聚集功能可以用 那所谓聚集就是它会被展开 整个字串加上参数之后被展开 那组合语言常常依赖聚集 C元也有聚集 其他语言大部分都没有聚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办例 那聚集处理器 它是一种方便程式撰写者使用 然后避免重复撰写程式的工具 那程式编语的之前 聚集处理器会先把聚集展开 再交给编语器去编语 那这里如果你的主意器有支援聚集 像这样子的写法 它就会认识 那你写macro 那这样它认识之后 它就会去把它认识 这种聚集的主意器就会把它展开 那展开之后 你就会发现说 我这样就可以定义一个叫mass的聚集 这个mass的聚集 用起来就会比传统的方式好用 因为它没有用函数呼叫 但是它却做到类似函数的功能 define也是一样 所以这个massabc 那它就会把a和b里面比较大的放到c里面 那masscde就把c和d里面比较大的放在e里面 那这样子有了聚集之后 你不用函数呼叫 也可以做到类似函数的功能 那它的动作是聚集展开 参数取代 标记编号 那聚集处理器通常也要分两轮 你写主意器的时候要分两轮 聚集处理器要分两轮 那第一轮就是定义聚集 第二轮是展开聚集 那定义聚集就是 我要知道我到底有哪些聚集 它的参数各是怎样 它的内容各是怎样 那等到我要展开的时候 才可以根据现在填进来的参数把它整个展开 所以要分两轮 那看c元的聚集的例子 它就是用define的这种就是聚集 那第二种是用inline 可是inline不能称为聚集 inline后来那个黄敬群就是他跟我讲说 其实inline在c元里面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它是让你可以 让编译器可以保留到底要展开成聚集 还是展开成函数的权利 那方法一才是典型的聚集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方法一 define massab a大ab问号a2.b 这代表说如果a大ab的时候 就会传回a 否则就会传回b 那这个是很常见的一个聚集 那如果你今天去呼叫它 比如说mass35 那它这个s会多少 会是5 因为mass是35 3大于5就传回3 否则就传回5 那因为3没有大于5 所以它就传回5 ok 所以s会是5 那如果min的话呢 就反过来 3小于5的话就传回3 那因为3小于5 所以它传回3 所以y会是3 那就这样子你就可以 做一些就是你本来需要做函数才做得到的 但是你现在用聚集就做到 那有什么好处?快 为什么? 因为函数呼叫 其实是缓花时间 以色语言这种分秒必称的情况之下 你如果真的希望用空间取代时间 那就可以改用聚集 那在聚集的 资源聚集的东西里面 常常会有这种条件式展开 像ifdf 这种东西就是条件式展开 它会看某一个符号是不是被定义 如果有定义的话才展开这一段 那这种条件是展开在C元里面很常用 那就是它 它让你可以 比如说debug 就是让你可以定义一些 只有除错版才会有的资讯 那如果你是要出货版 就是正式版就不是除错版的时候 你就不要定义debug 那它出来的那个程式就会比较小 但是你一旦定义了debug 它出来程式比较大 但是它有除错功能 那这是聚集处理器的部分 接下来 再来看高阶语言 那刚刚看到的聚集 其实不管C元或组合语言都会有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高阶语言 那高阶语言这一章就比较理论上 理论上很重要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资讯领域里面 语言是个非常重要的 因为资讯领域全部靠程式语言在运作 那所以对这种程式语言的研究 导致它的语法理论在资讯领域是非常重要 而且你最后会看到 就是 就是 资讯领域的语法理论 占了 占了它理论领域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各位可能会觉得 这种东西有什么用 那我稍微举一个例子 昨天我的家人朋友 他其实年纪比我还要大一点 然后 你知道年纪比我大 在资讯领域是会被排斥的 为什么 很简单吧 50岁写程式的人是很难找工作的 然后呢 所以 他上一个公司 后来 后来结束了 那所以他现在要转职有点困难 那结果呢 因为他的专长是做编译器 台湾 现在基本上只剩下联发科 还有在碰这个领域 其他没 那他后来找工作 结果 他找到一个工作 是上海的华为 OK 那上海的华为 所以他可能接下来要去上 那 各位未来可能 你在台湾也不见得可以找到 相对应的还不错的工作 所以现在越来越全球化的时代 台湾之后会在哪里工作 如果你是做这一行的话 是很难确定 那 上海的华为既然要挖他 通常他们就会给比较高的薪水 但是其实大陆现在抢人抢得很凶 只要你有那方面的技能 他要你根本就不用碰面 他就说你确定来 那开薪水通常会开得很高 那这次我那个朋友 华为开多少 4万人民币 那你算一下 应该比我们这边的薪水高很多 大概17万 OK 所以 这种工作其实你几乎在业界 就是非常特别 非常特别 因为编译器是一种非常核心的技术 在资讯领域是非常核心的技术 但是问题是 会做他的人几乎没有 几乎没有 所以这种工作会变得很难找 但是一旦找到这个工作非你不可 所以这种编译器的技术有点像屠龙 屠龙秘技 那问题是这个世界上的龙很少 可是问题是一旦真的有龙的话 就非得要你不可 那编译跟直译是两个不同的动作 那直译像JavaScript通常是采用直译的 C元通常是采用编译 那直译的动作就是 我直接把程式码拿来就开始执行了 我不用编译 那当然他这样会很慢 编译的话 我是把程式码先转成 组二元再组二元转成机器码 然后让CPU去执行那个机器码 这动作当然就很快 那高阶语言整个发展 这里有一张不算太新的历史名表 我们稍微看一下 第一个高阶语言 目前通常被认定为Fortran 那Fortran是1954年就发展出来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讲的那个语法理论的BNF BNF到底有什么意义 是用人名 BNF 那这两个人所发展出来的那种描述程式语言语法的语法 那种叫BNF 那两个人基本上就是在做Fortran的时候发明这种BNF 所以他们对程式语言领域有很大的贡献 那后来呢 Fortran出来之后就1960年出来Cobo 1958年左右出来Elko 1957年56年出来Lisp 那这些语言呢 现在大部分都没有在用了 可是Lisp还在 Lisp一直到现在还活得还算不错 那这个Cobo呢 你外面几乎都看不到 但是有些特殊的地方它还在用 譬如说台湾的中央银行 那昨天有个消息给各位看一下 你知道吗 写程式的人可以写到75岁的人很少 但是Cobo的就可以 为什么 75岁的人还在写程式 这是会不会太厉害了一点 但是没办法 据Cobo经验的程式师被聘请去修复系统故障 编程手册或者是磨合新旧系统 时薪超过100美元 对7月而言好像很高 但事实上其实不高 因为会这种东西的人通常都已经六七十岁 那这是Cobo 这一个语言 在美国Cobo程式设计师的薪水是一般程式设计师的两倍以上 问题是你得要会 现在已经没有这种环境让你会了 他不是只会这个语言 他要会那个平台 那个平台通常是在银行的电脑里面才有的这个东西 所以你新的人是学不会这种东西的 除非你进银行 那这就是Cobo这种语言 所以刚刚这个程式语言关系图 Cobo1960年出来之后 就大量被使用在各种大型机关 所以一直到现在这些城市都还在 那PL1是一个很强大 但是后来没有很好用的语言 Pascale是我大学的时候一年级学校教的语言 那1970年他被发明 Small Talk是全世界第一个被认为是纯粹的物件导向语言 他的物件导向观念很多是从ELGO所来的 这里面几乎每一个程式语言的发明者都得了图灵奖 少数没有 Forture得了 ELGO得了 CoboPL好像没有 Small Talk得了 Pascale得了 Ivo没有 所以这里其实程式语言的领域 是有蛮被注重 好 那C语言 当然他也有得图灵奖 那C++没有 EDA是一个美国国防部提出来的语言 企图心很大 但是后来似乎很少人用 那现在到了86年的Pearl Pearl曾经在Web上面最早期被使用 但是现在就比较少 Python现在是很强大的语言 所以如果你今天除了JavaScript C以外 你还想学一个语言的话 Python是我最推荐的 它可以容纳的资源最多 学语言 学语言现在常常目的不在学那个语言 而是在吸收它的资源 你多学了一个语言 你就可以吸收这个语言的所有资源 所以如果你学了Python 你就可以做什么领域 像现在最流行的 Python有SightPi和NamPi SightPi和NamPi 这些是科学计算的套件 那导致后来的几乎所有的 机器学习的函式户都第一个选用Python 所以像Google的TensorFlow 现在做机器学习上面 是很重要的一个套件 它就是Python 所以你学某个领域的时候 你会需要引入一些心语 那如果你要做机器学习 Python一定是首选 那我现在讲这些都太多了 因为真的会去想做到机器学习的同学也不多 那但是如果你真的需要用 想从这个领域切入的话 你得学Python 到时候就会知道 Ruby则是在1994年左右出现的 那一直到现在Ruby 还是在Web上面很强势的一个 那Ruby的发明者是Mets Mets是日本人 叫松本星 那他为什么写Ruby呢 其实上次我看到一篇文章是这样 松本星宏在1990年左右日本的股市大崩盘 房地产也大崩盘 然后从此就日本失落的20年继续失落的30年 那在90年左右的那个时间呢 日本几乎很多的电脑公司通通都泡沫化都倒掉 那松本星宏他们那一组呢 原本一个很大的公司在开发软体的 结果导到 就是整个缩边掉 然后写程式的人全部裁掉 最后让松本星宏他们和他一个同事两个人一起去管仓库 那他们还是继续管仓库 但是问题是他们是写程式的 他们不是管仓库的 所以他在管仓库的时候 没事管仓库反正很无聊嘛 那没事他想说 那我自己来发明个程式员好了 于是他就发明了Ruby 那一直到大概98 2000年之后 开始Web 越来越 需求越强的时候 有人发展出一个叫Ruby on Rail 的伺服器 那从此那个Ruby 就变成Web上面很重要的 那发展出Ruby on Rail的叫DHH 那这个人还没有名 那另外Java大概是1993 94 那后来在95才真正释出 那C Sharp 2002 那另外有一系列的是很奇怪的这种语言 像ML、SML、KML、HESCO、OKML、F Sharp 这种语言是函数式语言 它里面是没有回圈的 没有回圈你也要写程式的 所以它所有的东西都靠地回 这种函数式语言不多 但是如果你真的对程式语言特别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学一个函数式语言 那目前最多人学的函数式语言叫HESCO 就是HESCO 那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些很奇怪的工具 那些工具竟然是用HESCO写的 像譬如说Pandalk 是用来做那个档案转换的一个工具 它就是HESCO写 那另外一个几乎跟别人都没有连结关系的语言 叫做Prologue 这个语言只在人工智慧里面被使用 而且它通常只被用来设计专家系统 专家系统 比如说自动诊断系统 不管是诊断你到底是不是有生病 还是诊断电脑有没有故障 这种使用Prologue就非常适合 那所以程式语言有很多很多种 刚刚所看到的程式语言大概也只有不到30种 可是事实上现在所已知的程式语言 应该就有将近1000种 那可能还要更多 有时候我们自己手仰就可以发明一个程式语言 就是只要你写了它的解译器或编译器就是了 那语法理论就是这种程式语言它遵照一定的语法 那它会分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词汇 那怎么描述一个词汇 什么叫词汇呢 就是比如说你的词语言里面会有include 会有man 会有for 会有switch 这种东西就是词汇 那什么叫一个合法的变数名称 这都是词汇 那到了语句程式的时候 通常要使用context-free grammar CFG 那 regular expression跟CFG 都可以使用生成规则描述 那这个生成规则基本上是从两个领域来的 第一个领域是近代的语言学 有一个开山始祖叫做乔姆斯基 这个人现在还活着八十几岁 那他大概在一九六几年的时候提出了这个生成语法理论 那他可以用来描述英文啊中文这种的语法 可是我这样讲的时候其实是有问题 英文中文其实是没有语法的 应该说没有严格语法的 那所以其实乔姆斯基的这种语法理论到最后其实最成功的地方 是在描述程式语言 程式语言是有非常严格语法 那跟乔姆斯基同时有两个人 一个是John Beckers 一个是Peter Knott 这两个人都得不理解 那他们提出了一种规则表达法 就叫做Bekers Knott Phone 其实就是生成语法 那BNF基本上是为了描述程式语言而发展出来 那生成语法是为了描述英文和中文这种自然语的描述 发展出来的 那两个几乎是同一件事 都可以用Regular Expression和Context Pre-Gramma来描述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种例子 什么叫做BNF语法 我这里写SS 这里代表的是句子 一个句子等于AB 就是他第一个一定要是AB 第二个一定要是B 那A会变成A或B B会变成C或D 所以这个语言只有四种可能 要嘛是AC 要嘛就是AD 要嘛是BCPD 因为第一个一定要是A或B 第二个一定要是C或D 所以就只有这四种会产生出来的结果 那如果用这个东西看起来就没有什么用 你把它套到英语上就有用了 如果S一个句子等于名词加上动词 那名词的部分可能是Jang或Marry 动词可能是Eats或Talks 这里写错了 这里应该N 这里是V 那这样它可以生成的就是JangEats JangTalks MarryEats MarryTalks 可以生成四种语句 那更典型的一个语法 是用来描述数学运算式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像这样的 3加5乘8-4除6 这种东西其实是一个数学运算式 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去描述它的语法呢 这里用1等于N N是数字 所以是0到9 加 它加代表出现一次或以上 所以 1 N 就是1等一个数字 或者是1 就它自己这里有地回关系 加减乘除1 那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数学运算式语法 它可以描述任何数学运算式 但是这种语法有时候有点缺陷 它的缺陷是说 你用这个语法去描述 如果你没有规定一定要前面优先 还是后面优先的时候 它可能会造成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 光是3-1-2 这一个句子 如果都没有括号的话 那它可能会变成3-1括号-2 的这种语法数 或者是3-1 3-括号1-2 那这两个的数值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0 一个是4 那这种情况就是 同样一个语法却有两棵树的这种情况 叫做奇异性 那奇异性是对程式语言来讲会有很大困扰的 所以要么你就规定说一定要前面优先 否则的话就会有奇异性 有了奇异性之后 你程式有时候0 有时候是4 那还得了 一个句子 我同样打这个句子 第一次编译的时候它输出0 第二次编译的时候它永远输出4 或有时候输出0 有时候输出4 那还得了 那不得了 这个奇异性对程式设计者而言 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那 所以 通常 编译器的程式语言语法 会规定的是没有奇异性的语法 那没有奇异性的语法 你就可以把它的优先顺序定一下 比如说先乘除后加减 那乘除放在比较下面 加减放在比较上面 这样子它会先乘除后加减 那最后再定括号 你还可以用括号来限说 让它有括号的时候不一定先乘除后加减 照括号的优先顺序 这样子语法就没有奇异性 那 以这个句子而言 这一句看起来 如果以上个语法是有奇异性的 但是这个语法的语法 它一定5乘8会先做 4除6也会先做 之后才来做加和减 所以它不会有奇异性 那这个是1加2乘3的语法数 它就只有一个语法数 它就不会有奇异性 那有时候你写出这样的语法 你感觉好像对 但是问题是 如果你的语法里面有这种左递毁 就是说这个1又产生1 而且1在最左边 那它会一直展开 被当机 所以 这种情况是不允许的 所以会通常把左递毁的BNF语法改掉 以这个左递毁的语法而言 那我们如果把它改掉 变成1BNF 它有一个类似迴圈语法 那这个左递毁的语法 然后呢 我们加上信号 加上信号之后 这代表说 这一块出现0次以上 这样子你就可以把左递毁消掉 你看这里有左递毁 1又产生1 这个1是在最左边 所以是左递毁 但是改成这种形式之后 1就没有产生1了 它是产生T加-T型号 这样就没有左递毁 它就可以用递毁下降式的方式来剖析 那我们这里只给各位一个概念 但是你真的要去实作的时候 这个东西已经开始有实作 因为我们这学期 虽然第一个程式是主义器 Nand Lutensis的最学期 第一个程式是主义器 第二个程式就是虚拟机 第三个程式就是编译器 所以你如果有做到第三个程式 那你就会 就会需要看这一张 但是能够做到第三个程式的同学 我相信这个班上可能不到百分之十 如果有人做到编译器出来的时候 其实你的分数应该就会非常高 那我们所使用的符号其实也比较偏向正规表达式的表达 我们用新号代表说出现0次以上 用加号代表出现一次以上 用问号代表出现0次或一次 那跟大家讲正规表达式各位会觉得有点难以接受 因为那个表达式长得很怪 不过在我们这里怪的部分还不会出现 所以还好 那有了语法之后呢 接下来就要规定语意 那语意到底是什么意思 它是规定了这个语法最后要做的动作 那个要做的动作就是语意 那有了语意之后呢 最后要落实在你的执行平台上面 那结构化的程式语言 通常会有if,for,file这种控制逻辑的 像c,c++,c-sharp,java,objective-c,python,perl 这些都是结构化的语言 那它的语意通常是这样的 它有指定等号就是指定 它有运算加减乘除就是运算 那每一句之间它是用循序的结构 先执行完第一个再执行完第二个 执行完第二个再执行第三个 那可是为了要有重复还要有分支 所以它会加上if,else这种分支结构 再加上for和fire这种回圈结构 让你可以重复的去一直执行某一个段落 或者是跳开 那最后要把这些结构都再上层合起来 那就造成函数 那这就是结构化的程式构造方式 它基本上通常就是用这种结构 这些结构所组出来 那最后你把这一个语意也确定下来 那你就可以写编译器或直译器去做 那你写编译器、直译器去做的时候 直译器可以反正就是用你的程式 一个一个token去取 然后去执行就好 可是编译器的话就要转成机器 就是我们先转成组合员 再转成机器 或直接转机器 那这种就是我们下一章才要讲 那透过直译器去执行 其实你就可以模拟这每一个动作的流程 然后就照着执行就可以了 那这个你要自己写程式都做得到 都大概你要写一个最短的编译器 直译器大概500行左右 可以写一个直译器应该是OK的 那直译器就是直译器的演算法 那最后C语言它是编译式的 那它的语法和语义 基本上它也有指定结构 有预算结构、有循序、分支、回圈、函数 它都有 但是它没有误件 那C语言的执行环境一样 它最后就是程式段、资料段、BSS段 就是EL组档案里面的那些东西 然后呢 它进入函数的时候 会使用框架暂存器去存取 那C语言的语法和语义 基本的单元、变数、常数这些 然后再来就是指定等号 运算、加减、乘数 循序一行又一行 分支就是一幅 回圈讲for 函数就不降 那这是C语言的BNF语法 这就是正版的BNF语法 我刚刚讲的BNF语法 都有点省略 这是正版的BNF语法 这是正版的BNF语法 C语言的 这里 正版的C语言BNF语法 长这个样子 是EBNF 不是 是延伸过的BNF语法 那这每一个语法都在这里面有 那你去始作的时候 就得非常严格的造语法 就得非常严格的造语法 那这是函数结构 好 那这个刚刚我们有看到了 其实你从目的档之后你就会看到 它跟执行环境是连在一起 那编译之后它会产生目的档 目的档里面有程式段 资料段 BSS段 执行C语言执行的时候 还多出堆叠段 和堆积段 这两段 那这个是C语言执行环境的结构 程式段 资料段 会出实话资料段 然后执行的时候 还有堆积段 和堆叠段 那堆叠段 会用来储存函数呼叫的那些区域变数 堆积段就是储存那个每肉可分配的那种变数 那堆叠和堆积 堆叠用来储存区域变数参数和返回点 堆积用来储存每肉可分配的那种空间 那C语言如果要存取堆叠中的区域变数 它其实是需要一种框架结构 那这个叫Flame 那它要有框架指标 那我在CPU0里面 我们也用R11暂存器做框架指标 那使用框架暂存器去 框架去存取 参数和区域变数 这个方式像这样一个层次 它在呼叫函数的时候 它的框架会一直延伸 一直长大 那转成组合语言的时候 就会长成像这样 它会用Core R1 T 可是Core之前它会不洗一堆东西 而且它会去设定这个FP 就是框架指标 那我们没有很详细讲 如果你想要清楚的了解 你可以看书里面 那存取它的堆叠变数 你会看到像这样子 长得有点奇怪的写法 这种都是在存取堆叠变数 而且你会不容易看懂 那一般人也不会去看 除非你是第一个派客 第二个你写非常低阶的程式码的人 才会去看 那C元进入函数的时候 它的基本动作 会做一些推的动作 推暂存器 最后分配区域变数的空间 那离开的时候就要恢复 那这样子它呼叫进去 回来才会还原 那这是有关于高阶语言的部分 那今天就先看到这里 就不再继续讲下去 那第9章是虚拟机 那我们第8章编译器 我们下个礼拜就从编译器开始讲 因为我们现在讲到第7章的高阶语言 那讲完编译器 你就可以识做第三个习题 讲完第9章的虚拟机 你就可以识做第二个习题 这里是倒过来 我们先讲编译器再讲虚拟机 讲完第9章你可以识做第二个 讲完第8章你可以识做第三个 OK 那最后还有这边 第10章作业系统 讲完这个你就可以识做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习题 作业系统 那这后面还有两章 一章是讲迁入式系统 这个东西又会连结到各位之后的还有一门课 所以在那门课你们再去学也可以 那最后就是我把所有的这本书里面 所有的程式都识做过一遍 放在最后这一章里面 那实作的部分都在这一个网站 这就是我当初建的 那在这里你可以下载 我们实作的所有程式 下载这一版 OK 那里面就包含了 编译器 主意器 虚拟机 作业系统 但是这个作业系统写的不够完整 很阳春 基本上只有 比较完整的就只有编译器 主意器 虚拟机 OK 好 那今天就到这边 各位可以下课休息一下 不要 好 我也 不 不 不 Carnegie dt 你